台北有一家超高人系的深夜食堂 其中的奶油螃蟹锅可以一锅两吃 堪称是店内招牌 而除了单吃蟹肉之外 师傅还会将蟹黄煮成粥 在冬天特别受到欢迎 另外也有当季的海鲜食材 都是限量供应 而老板阿德过去在不少的五星级饭店历练过 开店七年来也培养出了一群死中逃客 新鲜大沙公每只重达13两到一台斤 因为活动力很强 得干净冰镇处理 迅速分切后 桃锅里跟着放进洋葱月桂叶和奶油块 并倒入柴鱼高汤 这一锅奶油螃蟹以半蒸煮的方式 保留住蟹肉鲜甜水分 而桃客大块躲移后还可以一锅两吃 师傅加入米饭煮成粥 成了充满海味的日式杂炊 非常的惊艳 就是里面有满满蟹黄的味道 那个螃蟹也很新鲜很甜 然后肉也很饱满 端出一道道温暖人心的料理 老板是六年级生何耿德 熟客都叫他阿德 15岁就踏入餐饮业半工半读 过去在凯撒军品洗来灯 等五星级饭店历练过 擅长中菜和日料 在老婆的支持下 她决定勇敢创业 可能我也不想要说一辈子都给人家请当人家的员工 那当然要寻求自己另外一半的意见 那其实他就也很鼓励我 就是说你趁现在年轻 你想要开店 那我们就一起打拼看看 那这个是我最大的动力 夫妻俩砸下150万一起吸收打拼 从资金门槛相对低的居酒屋做起 但开店初期曾经业绩挂零 让阿德好紧张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知名度 那我们曾经也有一个客人都没有 那冬天你看外面很冷 心都很凉 他怎么会这个样子 但阿德仍不气馁 每天到滨江市场采买海鲜 没卖完就淘汰 还引进日本干贝与海胆 整体食材成本从三成五到五成不等 另外冷藏雪花牛小排 也采用prime等级 由于油花丰富 干煎瞬间擦出火花 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 咬起来它不会有那种筋 不好咬的那种感觉 然后很香 而看似一般的烤鱼 阿德则在鱼肚里加入明太子增加风味 虽然店面只有15平大 现在却可以端出五六十种料理 近七年来 阿德不但已经回本 也培养出一群死中掏客 东森残型 我蔡小达邱清辉 台北报道 5 gerçekten 小达清辉 是 有点 很吸引 喔 夜